今天给大家露了藏霸 这个武将牛逼了 国战公认的第一将 卫国T零级别的神将 为数不多亮出来就可以直接把人吓哭的武将 就当藏霸这个武将亮出来的那一刻 游戏的性质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场上每个人的心态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是小丑 有人看别人是小丑 其实自己才是小丑 这就是藏霸这个武将强大的威慑力 那我们就来一块看一看他的技能吧 藏霸啊 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 你可令当前回合角色的守白上限 与此回合内剑一 回合结束时 若其位于T牌阶段内气质过牌 你磨一张牌 行云流水的一个技能描述啊 就很霸道 巴比奋勇杀敌啊 在国战这么一个很自私 讲求明哲保身的模式中 巴比的这个技能就很有说法 谁打我就必须受到制裁 你听见没有 你直接手牌上线减一 减一呢就影响你的心态 直接就削弱你这个回合外的防御能力 可能就直接就炸了 同时呢 我自己又能从中获益 这是很难得的 你下欧敦可能刚了就刚了 自己也没啥收益 而我大巴比对不对 你七牌阶段气质过牌 我自己就能摸一张 既有防御威慑 又有个人能力 这就是一个降维打击啊 你不能忽视 就我脏霸亮出来的那一刻 你其他的卫国队友 就等着我脏霸的发挥吧 必须等不等不行 咱同在卫国同是一个户籍 你们和我脏霸就必须一条心 对不对 一件事 一群人一条心 一起扛 一起想 一起拼 一起做 这才能展现团队的凝聚力 我脏霸的团队里面 首要的就是起到一个团结队伍 振奋人心的作用 很关键 卫国这个团队 不是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 这是团队里面的脏霸 那没有团队的脏霸就更强了 知道什么是残局杀手吗 作为一个独苗 我脏霸在盟军里面 一般都是活到最后的 都忌惮咱们的实力不敢来打咱 那咱脏霸 就可以很好地利用盟军里面 其他实力的玩家来当挡箭牌 最后咱们自己进行一个大首歌 三人混战 四人混战 我脏霸也很强 因为我们脏霸在人格魅力 这方面是很有天赋的 通常呢 就可以通过联合一个角色 和他一起共同打另外一个强将 然后最后进入一个 还算比较优势的单挑 这是其他武将很难做到的 有些武将也很强 就比如说沙摩科 佐茨什么之类的 但是国战这个模式 并不是说你强 你就能赢 你要学会变通 双拳难敌射手吗 对不对 你知道战霸这个武将 最恐怖的力量是什么吗 不是说他出生在魏国 也不是说他有很强能力 而是他可以把敌人 接二连三的变成自己的伙伴 变得这个过程中 很多朋友还被蒙在鼓里 蒙在鼓里啊 他只看到第一层 没有看到第二层 所以你会输给赞霸 OK 这是我们的八笔神将 好好学学吧 多琢磨琢磨 人家身上的高贵品质 是也不要局限在 那小的一块地方 对 霸臂奋勇杀敌 一血一灵之耻 将横所寒 阻敌绝境之中 一渠将霸 他定会退兵